哈嘍 大家好 我是拉斯 喜歡我的頻道 記得按下訂閱按鈕跟鈴鐺 記得追蹤我IG FB還有Twitch 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消息是 天地捷幽城佔領的公測在即 近期版本優化與調整的說明 那這一個消息是3月3號在 天地捷官方上面公佈的齁 好 那我們從2020年齁4月23日 自遊戲公佈至今齁 歷經了3次商量測試之後 中午要在3月11號和大家正式見面啊 那遊戲的預先下載 在3月10號凌晨0點開始 開始齁 你看從去年4月23號到今年今年已經 公設3月10號3月11號 接近快一年的時間了齁 OK 一年時間一直過得非常的快速 好 感謝各位少俠長久以來的支持 我們將持續對遊戲進行版本迭代與優化 盡全力帶給每位少俠更好的遊戲體驗 此刻我們滿懷著興奮之情 向各位少俠同步遊戲公測版本和優化的調整內容 好 第一個是乾度降低齁 在幾次的測試中不斷對乾度進行優化調整 但在上次終極測試中我們仍有說少俠反饋遊戲前幾天 耗光的嚴重 這裡主要有三個方面的原因 部分任務的難度與數量設置與設計預期出現偏差 導致難度偏高壓迫感強烈 部分養成的功能開啟節奏較為激重 加之一文副本難度較高養成壓力大 部分的玩法時間限制有些苛刻 無法合理分配體力與時間 好 再來一個是 宿命之旅的活動 那宿命之旅是每週任務有72個減至60個 這個很重要 不然每次這個任務數真的會做不完 好 宿命之旅每週任務最高檔的獎勵 需求積分有60分減少至40 哦 減少蠻多的 任務幅度 任務難度幅度降低 調整了任務的獎勵 確保調整後的宿命之旅 活動整體獎勵不變 我們轉變了原來對宿命之旅活動的設計思路 從一個引導玩家所吸到挑戰各個功能玩法的活動 變為一個更偏向福利且輕度引導的活動 所以我們做出了以上調整 通過減少任務數量來降低前期帶來壓迫感 同時減少獲得最終大甲的積分需求 這個超重要 因為啊 如果我可以先拿到順便之旅的一些 道具跟角色的話 那在推進關卡跟打副本都 都蠻實用的 要不然之前像大師玩三個禮拜 欸是三個禮拜嗎 三個禮拜多 都還沒有全部積分拿到 所以那個是真的蠻累的啊 好 再來下一個 視頻的系統開啟時間延後 功能將完成主線12-2 指如初見 後開啟27級 好 冰刃譜系統調整 由主線10-8全體含冰後解鎖 一階的冰刃譜 在英領達25級 25級後會獲得 同時一階冰刃斷材材料可以通過 零脈光源獲得 好 烈心功能調整 烈心功能開啟時間調至38等 優化的部分成就完成條件 變成等級的 等級到了才會開啟 38等要練很久欸 差不多要打到 主線劇情15張左右吧 才會38等吧 蠻久的 之前的版本中 前期提供的各種遊戲玩法和系統效果集中 大量的目標內容 和前期過早開啟的養成內容 都給大家帶來明顯的壓迫感 甘度也隨之提升 公司版本中 我們將 將飾品烈心與冰刃譜 功能開啟時間適當 後製 並別讓玩家前期接觸過多的養成內容 同時優化了夜心功能 任務難度與數量 調整英靈開啟烈心的條件 避免紅點太多 帶壓力 OK 紅點就是指那個亮起來的東西 在烈心嘛 每個人物上面有一個紅點點 與之對應我們也同步優化了 對應階段的關卡難度 來平衡功能開啟 也會帶來數值差異 因為之前在群組中啊 大色群組中 有人在有建議說 怎麼會是延後呢 我以為是提前 因為 因為我們當時的想法是 因為那些副本 有些副本還蠻難打的 那如果把這些烈心的功能 先跟避免譜提前開放的話 我們就會有更多的機會 去讓角色能力數值提升 可是 在那個是在 副本難度沒有降低的情況之下 不過他這邊有寫說 難度會降低的話 那他把這兩個 避免譜跟夜心 烈心的系統延後 我覺得是沒關係的齁 好這個封面圖 好第五個 十字系開啟節奏調整 呃公測首周開啟6張十字系關卡 喔首周開啟6張喔 普通加困難 規則難度加他後續更新中逐步開放 ok這樣比較好 然後十字系第三張開啟等級調整24等 ok 特殊奇異關卡 江湖雷台持續時間延長12小時 幻境玩法自動戰鬥跳過開啟條件初短是2回合 好 玩法刷新由每日0點到調整到半夜5點 烤魚的領取 截止時間為次日的4點59分 每日任務 藝文高獎 體力購買 掃張次數等功能 刷新時間調整為次日4點59分 卡池限時藝文挑戰等活動 結束時間調整為次日4點59分 再降低任務數量與難度 優化前期功能開啟節奏的同時 我們也希望各位少小可以有 更充裕的時間來規劃自己在遊戲中的行為 我們希望透過每日跨天時間調整5點 降低遊戲內容刷新帶來緊張感 同時調整實際器關卡 開啟節奏 避免前期需要挑戰關卡內容過多 進一步保護 好感 OK 副門難度調整 翼文副門挑戰難度過高 也是在終極測試中收集較為集中的問題 對翼文副門優化方案如下 靈脈光淵副門調整所有屬性靈脈光淵中的各BOSS屬性下調 取消暗之靈脈BOSS九環珠賦的飛行能力 哇這個很討厭 然後 靈脈光淵作為 英靈兵刃養成材料的核心產出來源 希望透過這次調整可以讓各位少小更容易的提升自己心理的英靈 同時考慮到暗之靈脈BOSS 可能會移到空中導致近戰英靈無法攻擊 我們狠心折斷他隱形的翅膀 他不再具有飛行的能力 創命之間的副門調整 略為降低35級以及 35級級以下的創命之間中 鬼魄失亡寫掉一個護盾值 略為降低40級 哦是原本40級的關卡然後降低這樣子 20級以下創命之間鬼魄失亡只擁有一個技能 難度到25級會增加一個護甲值 35級後才會增加一個特色技 略為降低40級以下創命之間鬼魄失亡AOE技能傷害的技能倍率 創命之間是遊戲獲得魂死的核心途徑 但是因為鬼魄失亡技能機制的原因前行挑戰難度過高 公測中我們希望通過鬼魄失亡的強度 調整降低 降低難度 提高遊戲體驗的同時保證挑戰的樂趣 降低25級的難度 上圖穿BOSS數值 上圖穿真的有夠難打 調整十字器中部分過於困難的成就條件 幻海迷城與月力領哥的終極知識中 暴露的問題在優化中 我覺得這兩個還好 但是因為幻海迷城在 有些的關卡 那是要用玩家的隊伍去打 那個就很難打 可是如果是 官方配合的角色去打的話 我覺得就是要多花時間而已 所以還好 主要我覺得是 如果是要用隊伍 玩家自己的隊伍去打的話 就要練到很高等 這點的確是需要去調整的 好 英靈平衡性調整 略為提高部分範圍技能傷害被 之前的範圍技能傷害 太低了 只是範圍技太低了 傷害太低 因為範圍技技能真的太爛了 那誰要練範圍技 部分英靈的五內技能解鎖順序 調整終極設置中 部分英靈通過五內解鎖的技能 對於前期體驗幫助有限 對此 我們調整的這些英靈的五內技能解鎖順序 希望他們在前期戰鬥中可以發揮更大的作用 調整順序 可是他沒有說是怎樣的順序 再來是英靈 白碗職業恢復的注意 OK 之前有介紹過 香環子職業調整咒絲 降低的風靈聲天賦中 法攻的提升百分比與恢復倍率 寒烏沙的天賦 目前對非女性角色生效 包括無性別分類的怪物 調整慕容玄機太淵隱翼 仕途影的部分技能 希望每位英靈都會有自身特色與應用環境 對於英靈的平衡性調整是 陣容組合適配性 英靈天賦與技能連動 技能數值與平衡性三個方面 觸發的 我們由衷希望每位英靈可以成為少俠冒險之旅的好夥伴 讓各位少俠能夠體驗不同的策略 英系的寒異附身 英靈華的靈心熟悯 以及職業技能克敵先機 作為天音節中的特色呢 特色機制在之前的版本中 先攻機制對於追擊技能與御風職業的影響超出預期 為了遊戲的整體平衡性 我們限制先攻效果每會的觸發次數 少俠如果需要更謹慎移動 那攻擊先攻效果最大化 我這樣子感覺更難打了耶 因為楊昀佐的先攻就很好用啊 好 戰陣效果調整 韓千秀戰陣飛燕金紅陣 結果調整為 調整為韓千秀和俠客鐵位 英靈至少各一個 效果調整為 物攻物防法防法攻提升15% 主動攻擊傷害造成後 附下一次固定傷害 然後英劍平的 天烈致炎陣 調整為物一樣 四個東西 提升15% 主動攻擊對戰中傷害提高10% 韓武殺 這邊 這邊一樣 不是一樣啦 就是跟剛剛介紹的一樣 目前召喚物可以正確獲得戰陣的 效果加成 戰陣中作為遊戲中重要的意緩 我們也不斷優化內容 本次調整戰陣效果 可以為大家提供更多的選擇 OK 好 就這樣 這邊倒還好 反正還有很多BUG需要 需要去做處理 反正公車也是還會再做修正就對了 好啦 那我們就期待 3月11號跟大家一起玩 聽聽節悠臣在你的手遊 那喜歡我們的頻道 也記得按下訂閱按鈕跟鈴鐺 記得追蹤我IG FB還有Twitch 感謝各位的收看 希望大家一起來玩這款 聽聽節悠臣在你的手遊吧 大家掰掰